美国国务卿 判北韩核武2020年底前重大裁剪 美国国务卿蓬培欧 Mike Pompeo 今天在南韩首都首尔表示 美国希望在总统川普第一个任期尾声 即2020年底之前 看到北韩核武做到重大裁剪 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2日 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 Pompeo13日在首尔告诉媒体 有关北韩核武的谈判应会迅速展开 且极有可能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任内取得成果 Pompeo说 重大裁剪我们队能在今后二年半内达成 充满信心 他并表示仍有诸多工作呆进行 在川金峰会后签署的文件里 北韩仅老调重谈的已承诺朝向朝鲜半岛彻底 非核化努力模糊带过 未出现美国长久以来要求北韩应做到可认证 不可逆等具体字眼 在被问到川金声明的用字问题时 Pompeo今天表示 川普的盘算是希望让美国有机会就相关议题 与北韩保有进一步的有效对话空间 Pompeo说 我向你们保证 彻底及包含所有人关切的可认证性 莫有人能不经认证就彻底达到非核化 Pompeo并表示 他预期返回美国后 美方会很快就与北韩官员对话 他并表示非常有信心 双边下周就会再接触